好,回到映画春秋 剛才我們又說起港產片 每次Mike在這裡都會說說港產片 Mike永恒的痛 首先,我不是玩區人,我比你們厲害 我真是大陸人 我作為一個逼色人 觀眾朋友分享過,我現在搬回上海住 所以,有好有不好 我跟你們分享一下一小時生活圈 我一個人兩個小時生活圈 我坐高鐵八個小時就上去 我告訴你們,上來探望我 硬件的戲院設備是好 香港很多 因為大陸現在是不停地開戲院 開新戲院 你不要說大陸,台灣 我去台中的城市 都是很漂亮的戲院 美麗的台北,我們最喜歡那條新戲院 沒有去到這個級別 我這次去台中,我去了Tiger City 去了新光三月那個新戲院 也不新,新光影城 其實新光影城已經配備有MX4D 旁邊是有Imas 太多人去看蜘蛛喉 我看Tiger City那個普通一號院 已經是一個大銀幕 還有Emos 是嗎? 應該我看那套不是Emos 我發覺呢 Thomas,你也有回大陸看電影 有時特地回大陸看電影 你有沒有發覺這個真的 這真是一小時生活圈去講一些 我們講一個Pro 我們講一些Advantage 找一個好東西 最近最靚的第二代 IMAX是否在東莞 是 近哪個位置? 東莞應該 如果你搭這個大巴 應該就在大巴閘旁邊 高鐵上不去嗎? 上不去,未到 要轉車的 不是 他是過了潘如 還是未到潘如 未到潘如 東莞在哪個位置? 汽車閘 東莞汽車閘 香港直上就兩個多小時 在太子那裡上 兩個小時多一點 加上過關卡卡 其實那間館也不算很新 只是換了一部機器 那他旁邊的配套行不行嗎? 他不是說戲院 我意思是座位 音響行不行嗎? 現在我未去過 所以我回不到你 你去過哪間? 我喜歡去深圳的戲院 有沒有第二代MX? 深圳好像未有 未有 我們三個經常很喜歡去光顧美麗華 我們是直接推的 但台灣現在起碼有兩間 一間是花蓮 太遠了 我們說最近香港人最喜歡去的那間 遲些好像說 有一間全台灣最大的 IMAS 戲院在高雄 即是說 比美麗華更大 但美麗華是標準的 不過現在你說 現在新起的戲院 都已經 不會用以前的1比1.44 那隻螢幕 你正在投訴的是 Megan Box還是I Square? 不是 是現在新起的那些 甚至是 現在去到第二代Laser機 它那個 銀幕的比例 已經很少再有 即是又再相對地放大了 首先 奧奇 很有趣 我想回應Gear的問題 現在很多在外面的戲院 即設備很小的戲院 其實它的 我不是說 那個叫中國大幕 即是一些正常的大戲院1號聽 或者 很有趣的 大戲院通常是1號5號聽 1號聽 其實那些幕 是已經等於香港一間小的IMAX那麼大 即是旺角那間假的IMAX 那間假的IMAX 我投訴了很多次 還有 我沒有看過翻新的那間Megan Box 有沒有看過? 有 我沒有 有 我是去看那些Log IMAX的戲 但效果是OK的 有沒有大了? 還是尺寸其實是1號1號? 它只是換了一隻幕 它換了什麼幕? 它換了一個幕 它沒有換頭影 頭影 它只是換了一個音響系統 即是它還是那一代東西 它還是那一代東西 它還是那一代東西 即是它還換了一代東西 那個screen有沒有換到? 換了銀幕 換了銀幕 換了一套setting 換了一套音響 椅子換了 大小一樣 所以都是這麼小的 是的 OK 所以香港唯一比較接近正常尺寸的 都是I Square 應該是 機場應該是 不過機場就來拆了 機場 機場不知為何 是不是我有問題 Gear 我想聽聽你 我覺得機場是偏暗的 我沒有去機場 其實第一代IMAX 個人都是偏暗的 不是機場那一隻是很暗的 我認為這跟投影機老化有關 因為通常你用開投影機 就知道 夠鐘就黑色 你夠鐘的話 光度和對比度就會不夠 沒錯 可能那部電影機都快要拆了 因為你會知道 改件 T2快要 可能他也免得再更換 裡面的零件 我發覺的好處就是 現在看第二代IMAX 看完 真的正所謂 吃那些好東西 你不能回頭 看完第二代IMAX之後 真的建議聽眾朋友去試試試 最近美麗華 都是那一句 你正在看一個很大的螢幕 你正在看的是好3D的3D 你那一套音響是很厲害的 但你不會用力去看 我發覺以前看IMAX 我是要雙神的 要抹大隻來看細節的 對 我好像看法條橙 然後看一看 我很多時候睡著了 當那部電影不是那麼節奏那麼快 一暗 對 又好睡 又不夠冷氣 你就睡著了 還有現在說Laser IMAX 都有兩款機 你知道嗎 是嗎 美麗華那一款是大機 真的是兩部機 現在最新出話 新一代Laser IMAX 只是一部機 我到現在看的 那兩部Azer IMAX 都是兩部機放的 我在上海 上海那一部 和美麗華那一部 配置 不要說了 因為現在新一代 Laser IMAX 其實主要是 可以放到一些 銀幕比較小的戲院裡 噢 所以它的目鏡是小了 還有它那支鏡頭 我看過網上的照片 它是上下兩支鏡頭的 它不是這樣打橫的 它不是打橫的 它是這樣 為什麼他分享到這裡 去跟你們說 就是 因為現在回到大陸住 我多了很多戲 很多古靈精怪的戲 例如我剛才沒有鬼片看 所以我就趕快去看鬼片 那我就看了很多沒有鬼的鬼片 還有你上海電影節 你有沒有光顧過 我買不到票 竟然買不到票 你知道什麼叫買不到票 他好像說 很多戲院有一部 上海有多少人 二千多萬 上海有多少人 去看電影 原來上海人是會看電影的 上海電影節 我今年是買不到票 一來我自己很忙 二來是 我想看的戲 其實原來發覺 全宇宙的戲迷都是這樣的 你想看的戲 是買不到票的 因為那些戲 會不會是因為大陸的進口制度 不是很多機會 我和你分享 不關事 我和你分享 上海電影節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第一 我錯過了戲目 因為我自己有幾間戲院 即是現在 WeChat有朋友圈 朋友圈有公眾號 我們現在什麼東西都用APP 我們用APP 就是APP會去 notice你 哪些戲院有什麼戲 我指定了 有兩三間 是特別舒服的戲院 即是 特別舒服的 即是 主場 因為真的很有趣 我會選擇 Laser IMAX 那間 它的厲害 就是 它比較遠 但是 它應該是六間戲院 每間戲院都有特別配置 是否有一間有道比影院 對 道比影院在香港還沒有 對 它有道比影院 它有atmos影院 atmos香港已經有了 atmos有了很多間 然後它有IMAX 總之它每間都有配置 它不是一間普通的戲院 即是南韓 我剛才去過 有一間戲院 是六個 可能十個房子 六個房子 十個房子 全部不一樣 Gaius 你最喜歡去那間 GCV CGV CGV 最多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CGV厲害到有一間 叫做Beast戲院 對 南韓也有 對 我的意思就是 南韓的CGV有一個影院 叫做Beast 是的 它那個戲院 就厲害到 它是放聲的 它每個戲 每個位都有一個耳筒 對 有一個耳筒 但是它也是放聲的 但是每個位 它配一個耳筒 配Beast耳筒 那麼 大陸也是這樣 所以 我們選擇戲的選擇 就是 我不是去選擇時間 我是選擇 我想去看什麼音效 或者 什麼制式 什麼制式 我想看什麼制式 這樣 變成 我正正就錯過了 因為我選了幾間比較好的戲院 我舊的戲院 就不去 現在 變成 它沒有上的場子 它上的那些戲 就不是我想看的劇目 它上的戲 就太極端了 太過藝術了 那些片 什麼 什麼藍絲拉夫 總之 那些 你都想不到的戲 那些劇目 它有很多法國演 誰知道 我竟然錯過了哪些 我錯過了那些 那些阿基拉 那些阿基拉 你有沒有在 修復版 你有沒有在銀幕 看過阿基拉 有 之前 你在哪裡看 之前香港國際電影節 有上過修復版 你買到票嗎 你買到票嗎 阿基好像看過 是否銀幕好看很多 我那時候 總是帶銀幕看的 對 那它的場子是很多的 它有七張 但都買不到票 那你照顧多少觀眾 是不是 還有它所有戲 都有中文字幕 有 還有很淒涼 你知道嗎 例如哪些 你要在戲院看的 Aaron Gayson 一二三集 我們那時候 就算在香港播 你都搶到死 後來搶到 最喜歡 這個就是動漫性地 得福體 我們 它很多很多 但是總之 那些很熱的戲 買不到票 要買到票 就在購物平台去買 要不就炒一個W 要不就全部是單丁位 還要不是 頭尾我接受到 它是頭一行 天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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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 所以就沒有辦法 我沒得看 上的電影節就是這樣 那我下年我會比較注意 我會比較早些 好像現在的Gear 去看台北 它劇目已經一早出現了 只不過自己懶 因為你在大陸生活久了 很多東西你不喜歡拿上手去看 那你就在那裡按 靠它吃它的狗糧 它扔進來 它扔什麼你就看什麼 然後其實有很多外面的東西 你就看不到 就是這樣 那 剛才也說了港產片 在上海地區就很有趣 一些比較多香港人住 一些比較新的shopping mall 就會有廣東話版 原音 是不是因為有些觀眾 其實他們是喜歡看原音版 絕對 你記得那時候 姜文那套叫做什麼 讓子彈飛 都有兩個版 有四川話版 一個四川話版 一個普通話版 其實它有很多戲 原來是有兩個版本的 你可以去選擇 我最近就看了兩套旗片 一套在香港上了 一個在香港的下個星期上 上次翻臉本論 想找你和你聊聊那套旗片 就是我對香港人的罪名 香港人應該很嫌棄那套戲 大灣區人最愛的導演 除了高智森 就是另外那個王晶 那套叫什麼 我忘記了 最容易 不如就不說了 你現在不止一個被人點了 還要姓梁那個影帝被人點了 我看那時候 影帝是未被點上的 那套戲 但是 都無謂推 差得有多重要 就不想再說了 但是為什麼 這麼想看這些戲呢 就是因為 在大陸住得久了 你當然是希望看港產片 是不是 港產片 當然你說 在合法的 就是在網上渠道去拿 你不說什麼在家裡看 但是 戲院就是戲院 就是你看電影就是要在戲院看的 那在電話不是看電影 那在戲院看 那就很奇怪 就 上個禮拜就看一套 你下個禮拜會上的一套 港產片 我猜不到你還會中去看的 因為 之前說的那套戲 你叫做王秋生那套 是呀 我吵過 是呀 我和Gear 已經是放了他入黑名單 但是這個 這個導演 就未被人放入黑名單 不是 優禮圖導演 不會被人放入黑名單 被人放黑名單 只是陳果 是呀 對呀 你的乞丐 你還在叫我看 這個什麼不敗 什麼 陳果不敗 大哥 還害我不夠 如果你說三夫 就是你看到離場 九輪不敗 看得要過椅子 我覺得是 我最後還是會看到離場 以我的觀影態度 未必會離場 但是一定 就會立即上來 會有情緒反應 即是我會立即上來開節目 我會變暴徒 我會變暴徒 我看了數字 我看了數字2 那我以下的內容 是不涉及任何劇透的 放心 因為下個禮拜才看 我只是想和你們分享一下 一些在大陸看港產片的 一些觀影經驗 因為以前我在台灣讀書 那時候也是的 很奇怪的 我們八十年來在台灣讀書 我還記得還要唱國歌 還要任何時間都可以進去看電影 即是好像泰國的戲院 開場前會播國歌 然後你一定要起來 但是你記得我們小時候 以前的香港戲院 尤其是六、八、八的色色牆 是一票任體傳役的 是不是 在古代香港 是有一些戲院 我記得都是這樣的 即是它會播放政府宣傳片 不是 應該這麼說 就是你那張票 你是隨時入場都可以進去的 你怕不怕我說什麼 怕得到 沒有散場 沒有散場 沒有畫位 你是進去all you can sit 台灣也有這些戲院 現在還有 我們以前 不是說現在 我們以前 以前在台灣我們有很多 廣產片 那時候我記得是雷樂系列 雷樂系列 雷樂系列 我全部都在台灣看完 兩個禮拜到一個月香港才上 這個是不是關於香港發行的問題 關於發行的問題 舉個例子 以前成龍 有些戲院是日本上畫 是上得比香港快的 所以現在日本人要受罰 復仇者 除了復仇者 他們什麼都要半年後才上 都不是 現在快了 就是 蜘蛛像日本都可以看 OK 那 我上個禮拜就看了數獨二 阿Gear 你那時候常常叫我看那套 炸雞特工隊 不是 是不是有一套叫做韓版的數獨 馬約王 那套不是數獨 韓版的 你是不是說說宋康浩那套 那套是獨戰 韓版獨戰 但是韓版獨戰 獨戰和數獨不同 數獨是沉默聲 獨戰就是獨其風 OK 那我錯了 不要緊 那我先說說數獨二 你們覺得數獨一好不好看 去到後半個劇情可以走樣 亂來 車亂來撞 但是他中間那段很好看 張家輝回來爆洩那段很好看 撞車爆洩那段 張家輝應該是拿影帝的 他這套電影有沒有拿影帝 好像沒有 這套電影我覺得那三個演員都可以拿影帝 劉青雲和張家輝可以完全把古天樂壓到他變了素人 那套電影 你完全覺得古天樂是怎樣演呢 都是完全沒有關係 好像一個路人一樣 你有沒有覺得那套電影 那套電影 那獨戰一我覺得很好看 那大陸的宣傳和香港的宣傳好像都是一樣的 五年之後 然後就再 什麼數獨 總之那個品牌又回來了 所以叫做數獨 但是導演也換了 對了 那我這件事就不明白了 其實 其實我不明白 我愛國片我明白 或者以前 我們台灣讀書的時候 那些中文名 那些什麼奇行 以前那些名字只要是同一個導演 又或者是同一個演員 那些中文名字是一樣的 其實那套電影不是俗集 但是我發覺 現在這些香港片的數獨也好 什麼都好 就是殺破狼 對 你發覺其實完全是沒有關係 除了那間投資公司 即那間電影公司的發行商 或者什麼關係 我覺得純粹有可能 可能他想用上一套 數到一可能都成功 所以他可能用那個名字 來吸引人家入場 這個是他想 將一個之前 叫做有少少口碑 或者叫賣座的一個 這樣東西 去拿取他成餘的價值 就是成餘的價值 那我覺得這件事成功 Thomas 因為呢 我入場的時候 我是真的意為關係的 因為可能真的 也都五年前 我自己都不記得 原來是沒有這兩個演員的 還有第二集數到現在 大陸票房是八億 即是可還是不可 八億應該夠回本 我覺得 八億的意思是 人民幣 欠一個大陸八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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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那套戲應該不會有很多錢 你穿到一億來年 即周麗圖會給他多少錢拍戲 不要研究一萬 還有 你這句說什麼 他那些人 不是 是找得優禮圖拍戲的人 都不會有很大的預算 還有呢 你找優禮圖 為什麼那些人不會找優禮圖 是因為他控制成本 他做得很厲害 因為優禮圖 就是可以 快槍手來的 油雞的 老美的價錢 然後做到優雞的燒鵝的味道 他不一定拍到燒鵝的味道 起碼 一定不是借渣 拍出來不會說借渣的價錢 拍到借渣的味道 即是他拍戲 他可以準時搞定 不超之 沒錯 他之前那套新喜劇《之王》 其實實際都是他撿到的 難怪周星馳的事 如果你有看執行導演 其實是優禮圖的 因為周星馳 因為想票房好一點才掛他自己的名字 做導演 我回應你一點 如果這套戲不是叫《新喜劇之王》 我想會更加好看 這個又是另一個話題 你最後看了是不是 我猜不到是好看的 我真的猜不到是好看的 因為我是被《新喜劇之王》這個名字 嚇到不敢看的 後來我《珍金百人》 給錢在《外奇藝》看的 Netflix好像也有得看的 不是 我看的時候是沒有Netflix 有得看的 而且我看Netflix很淒涼的 用VPN 我不敢說這三個字 如果說了六句音 被人按出來的話 我就沒辦法再去大灣區生活了 不是 我比大灣區更遠 對不起 那 素毒 而很奇怪的是 我入場才知道 我應該這樣說 人技性真的不好 看《海報》 你當然知道 誰 劉德華加古天樂 我因為沒有時間 因為你不會這麼多年後 他不是《Star Wars》 你不會去研究 你看剛才我都搞到亂了 太多毒了 你不會去找哪一套 打哪一套 哪一套 那你就以為 都好像有關係 怎知道 入場又開場又散場 你會發覺 是跟《獨戰》 沒有關係 除了《獨戰》 有兩個字 《古天樂》繼續在這裏 上一套有嗎 有 有 警察 沒錯 對了 這個又是 你記得以前 劉青雲有些電影 第一套是劉德華 第二套是鄭伊健 不知道他做什麼 《天樂友情》 不是《天樂友情》 不是《天樂友情》 又是追來追去的影片 你的角色也是有延伸 一和二是同一個角色 郭富城後面開幾套 就算他亂拍攝 明明第一集好人來 就變成還良好人 就是亂來 和梁影帝那一套 你這些都是有延伸的 但這套是完全不關事的 就是跟追龍的一幕一樣 就是完全不關事 除了戲名關事之外 是完全不關事 就是這樣 我再分享多個 觀影角度給大家看 好嗎 劉德華真是厲害 劉德華 什麼叫厲害呢 這套戲如果你是一個 劉德華的粉絲的話 你會看得很開心 為什麼呢 劉德華 是踏入電影圈 從未到影帝 去重影 到現在 劉德華 是可以吃了防腐劑的 他的演技 幾十年來 都可以如一 都是劉德華的 明白 但是你明白嗎 如果你用一個欣賞的角度去看 就很好看 你知道嗎 像現在政府一樣 你不可以批判他 你欣賞更換角度 你會說 劉德華 還有 大陸的銀行商 比較大 你在這麼大的螢幕 看劉德華 劉德華 演戲 劉德華 那些 涵暴露 真的很可笑 變成了一套笑片 很精彩 然後 林家欣也是 林家欣說完 真的是寶刀眉佬 人們說什麼 嫌他太多皺紋了 那是因為告情 但是 林家欣的厲害就是 由出道到現在 到什麼男人四十各樣各樣 他都可以保持同一個演法 這是厲害的 最大突破是什麼 最大突破就是 古天樂先生 你知道古天樂先生為香港電影業 提供了多少 貢獻資源 一個大好人 香港的盼望電影業 但是 我不知道是否為了 就劉德華 還是因為 劉天樂 他想突破 首先不要研究他 再唱歌 沒有意義 不值得去討論 這個討論就是 我覺得其實這個角色 他兩個角色可能 你下星期入場 我想你們再補充一下 看完 我覺得那兩個角色 調轉可能會比較好看 劉德華 劉德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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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完之後 你告訴我 在我再聽你們的節目 做觀眾分的時候 我想聽聽你們的看法 因為為什麼呢 古天樂很認真演 一個壞人 但是古天樂 不知為什麼 他一演壞人 你又覺得好像 翠劇一樣 他在演 他面子就是 我是壞人 我是壞人 有點像郭俊安演壞人 你明白嗎 但郭俊安演壞人 就是郭俊安演壞人 只是一個樣演壞人 即是 劉德華演 姦笑 但古天樂是覺得開心,他演得輕挑浮躁很好看 不是他演得不好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演得很好看,但他怎麼演你都不覺得他是壞人,你才慘了 你怕不怕我說什麼? 會不會是那個角色已經被定型了? 他的角色是壞人,即是他的演員已經被定型了 他演不到壞人,你覺得古天樂是演不到壞人? 劉德華也不太演到壞人 不,他在毛間道第三集就演壞人了 其實劉德華也已經是壞人了 他就算是一個壞人,但你不會否定他,你不會覺得他是一個好人 他不會接受他一個壞人的角色 但你知不知道,素獨二的開心就是 你一定要用這種角度去看電影,看電影會很快樂 他好像一直的角色和觀眾在這裏 不停在這裏對立,他在挑戰中 我正在演壞人,我正在演壞人 我正在演壞人,我是一個壞人 你明白嗎?好像Mr.Bean一樣,他很認真 但他長時間是傻瓜 那你就笑了 你就變成了一部笑片看 那整部電影明明是很認真地拍過 但你知道優禮圖的認真是很傻瓜 因為很傻瓜 即是如果你看回,我覺得 其實他的風格都是類似炸彈專家的那種風格 即是爆得很厲害,場面很厲害 但又似乎不合物理邏輯之類的 然後一拆打壞人 那整部電影明明是紅色的 然後我老闆一直在那裡 我可以睡覺,可以在那裡拍我 然後他說 你看看這東西多紅 這東西多紅 就算他的手不斷 大哥,這裏到這裏都這麼熱 你都燙死了 然後我說,不對的 這個是虛擇來的 然後到差不多完場的時候 他不是穿著皮褲上太空 但他一個新發火 我說你看看,無論是剋條褲 和這件皮褲都是不會爛的 所以我們是不會再研究這些東西 因為這是一個幻術 和他的宇宙 他的物理和你的物理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那同樣地 我現在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去設定 我就開始懂得去欣賞 這些這樣的戲 因為他們有Story Board 然後他們是邊畫邊拍的 他不會畫你拍的 我甚至乎會不會是 就是剛才我們說過劇本的問題 他沒有劇本 甚至乎是 好像成龍那些電影的拍法 就是我首先想了個場面 然後再砌個劇本出來 當然是這樣 因為以前寫歌也是這樣的 他有一節想到了 然後想一節 然後慢慢靠撿撿回來 但你知不知道 最大的地方 最糟糕的地方是怎樣 我發覺現在 合拍片的最大的陷阱在哪裡 就是他們看外國的影片 看得太多 就是他們看得太多 總之有很多場戲 總之有很多場戲 這麼多場戲 如果你去減股天樂和劉華飛的工資 幾千萬港幣 就是我們說 我們就看古天樂的科幻電 說那條陷阱沒事的 我告訴你 你真是你預料到哪些東西進出 因為為什麼 可能他所有預算都放在那條陷阱裡 但是問題是 你要看他的 現在看電影很痛苦 就是 你要看他的預算 你要看他的團隊 究竟哪些人搞 但流浪地球 好像說 差不多所有的錢 都放在那裡 我想問你 你看了歌斯拉 沒有看到 這麼好看的戲 你竟然不看 你搞錯了 我看了四次 我看了四次 就是剛剛那套 是很好看的 Kong已經很好看 比Kong還好看 是合拍片來的 是傳奇的 應該不可以叫合拍片 應該叫國產片 應該叫國產片 我想這樣說 會不會比較合理 傳奇是國產 OK 合拍也是合拍 不是 我發覺那樣東西就是 只要你的手沒有伸到那麼遠 即是說他只負責扔錢 然後他給一些東西 有一些場口 或者有一些直入式廣告 一定要出現 不計這些東西 你不會搞到變成ID科 其實還是好看的 但我發覺香港的合拍片 可憐的地方在哪裏 就是兩個主角收了你一塊錢 優女圖 就不是很花錢 接著有一大堆 就是TVB和TVB失業的演員 這套戲很多 這套戲的三個主要角色 就是有苗喬偉 不是很貴 林家欣 應該都不是很貴 最貴的兩個主角 然後就一大堆無線的面孔 不停出現 然後就一大堆 就是富二代 和整容人的面孔 就是這樣 就是堆砌了一個故事出來 那變成呢 因為他是靠個價錢來賣 這個就是回應我們第一節說的事情 你沒有預算就做沒有預算的事情 你有看過廉政鋒雲嗎 我有看 哇好笑 零真是差度 他也是賣筆 他也是賣 銷卡士 但是劇本就去到三分之一 已經開始炒粉了 廉政鋒雲三分之一 是頭三分之一很好看的 頭三分之一 不是披風部 那間炒粉 我知道 劉青雲那套 是呀 披風部炒得更厲害 廉政鋒雲 阿基尼有沒有入場看的 有 我跟他看的 不是 不是 頭三分之一很好看的 是不是 然後到後面就完全失控 我又回來六爺 我們不斷在罵 吳武漢的 不是罵吳武漢 他安排的大佬虎 原來是吳武漢 又是Casting 這個Casting問題 扭到最後 大佬是誰已經不重要了 所以我想問 其實我們現在的合法比劇 最大的問題 是Casting問題 Casting問題 Casting問題 劇本也有問題 劇本是從來都有問題的 但我想問 為什麼在其他地區 哪怕大陸 大陸有很多小預算的戲劇 很好看的 甚至乎 我們現在的劇本 是不制度 你連學生畢業的事都做不到出來 甚至乎你看鄰近的地方 韓國遲點不是上一部大片的 即是說 那部什麼魔鬼那部 魔鬼那部 很期待 8月20日 或者是《與神同行》 就是在此 這些例子 其實 劇本很實淨 很實淨 很實淨 場面也沒有大過 甚至乎你現在說 收了1,600,000人 做債的特工隊 債的特工隊 很實淨 他拍一些很港產的東西 但劇本很實淨 很實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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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習慣了拍港產片 合拍片 就是習慣了裝甲狗 即是沒有用 就是找一件東西來 不斷拼 拼到初心沒有了 他可能現在很多投資者 還是以一個角度 就是以一個卡士來去吸引人 所以他不會放資源在劇本上 他不會找人去理信那個劇本 你有什麼原因 你覺得一個編劇很貴嗎 甚至乎現在說 這個行業都不尊重編劇的情況下 那你只有這麼多錢 現在的編劇很可憐 就是如果你寫了一個劇本 被人改 你沒有人要的話 可能真的只有一個吉 我給你這麼多錢 給你這麼多時間 你給我一個劇本出來 對 對 是這樣的 如果你有一個劇本有一個框架 你便沒有時間 再把東西再理信 我想問 荷里活 都是導演有導演執行 劇本有劇本拍 製作者有製作者做事 他們都不拿 你不是每個尖士跟馬律 但是荷里活 那些編劇有編劇工會 如果你說 有編劇工會 有演員工會 有導演工會 每一個崗位都有一個崗位 你有沒有試過 這個編劇工會搞霸工 搞到這個荷里活不夠劇本 香港也有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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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不要說政治話 所以 其實 我沒得說很久 OK 你的編劇 都沒有那麼多 空間去做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相信 我想問認真的 我不是跟他開玩笑 那為什麼大陸的小藝衣 大陸來看很多小藝衣 我告訴你 過兩天 我感謝你 我在大陸 我已經找不到戲院來看 我應該是明晚或者後晚 去看大象直地二座 只剩下一場 在香港看 一樣有這些小藝衣 一樣是 你的範圍很小 劇本很堅持 演員你不認識 那些戲很好看 但是因為大陸的市場大 十幾億人 你回大陸看的戲多 我和你去介紹一個團隊 那個團隊是很好看的 本來人家是做話劇的 接著現在出來 就是做夏洛特的文化那個團隊 夏洛特的飯佬 那個團隊 來來去去 十部戲都是那群人 二十部戲也是那群人 他只不過是把這群人 以前做話劇 他就是把舞台劇 那些事情 他在一個大銀幕裏做 所以 他那種演法 是全部八十年代 香港那些演法來的 即是 他夠膽死在一個大銀幕上 他演得很誇張 即是很不必要的誇張 但你不會覺得他突压 但他每一套的劇本 最近我和你看過 《飛遲人生》 《飛遲人生》 那些CG流到 你明白 是嗎 很可怕的 即是車歸車 太陽歸太陽 是嗎 OK 然後影歸影 完全沒有關係 但這就是我上一節 去跟你說的那件事 哪怕 他這些事情做得這麼難 但你不會去抓住這件事 來不斷糟糕的 因為你會包容他 因為這是一個配套 這是一個配套 《飛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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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我說什麼 那為什麼唯獨是 大灣區電影做不到 阿成雄說 這個世界沒有香港的面 為什麼 如果你是向他學習 但如果你看《逗犯網》的評價 如果人們要去少一套戲的話 他對於劇本其實也有一定的執著 有 他們簡直可以幫你重新寫過劇本出來的 你看過嗎 那些人看電影 好像看神學 好多人害怕 甚至寫出來的東西 比本身的劇本更厲害 沒有那些東西 他寫出來的 最近我看過《阿沙婆》 在Netflix 《綠子琴魔》那部戲 好看 哇 那劇本真的不是很久 最多兩個小時 我想他打了那篇 六個小時 可以有記憶的 他們是認識的 他寫得到 你看完是合理的 還不是一個人寫的 那些不是吹水的東西 我正在問這個問題 你媽 你那幾個導演這麼懶從像 阿公 背靠祖國 你歷詞寫過導演 你寫過 開名 寫過好一點的劇本出來 你歷詞嗎 高智深 你寫過好一點的劇本出來 我若是看電影 我不談政治 我只是看電影 你寫到劇本 你拍到的就是看電影 政治就是你私心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是說李歷詞 他之前拍過什麼 唐伯虎怎麼抽 不知道第幾集 就是三集 但是被人少到 少到黑派 這些九種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戲就拍不到 人你又做不到 想怎樣 這個問題就是 優禮圖我覺得是沒辦法的 優禮圖他本身不是編劇出身 他也是靠別人來幫他寫 最重要是他喜歡拍李敏 我首先很想說 你又來吧 李敏我們沒有拿起來說很久 這一套也是李敏編劇的 我們沒有說李敏很久 我們也不想說李敏 我告訴你 Thomas 這套東西你下個禮拜進去看 人都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 不差的 因為有些更差的在前面 九龍失敗 你不要說那些極端的那些 賀瑞那套是甚麼 廉政風雲 對 你有廉政風雲 你有那些吸毒而 那些豬肉在前 你不會覺得這套是差的 即是一套電影 它不是差的 問題是 它是有救病 但那些救病不是大毛病 因為劉德華的那個 是一個長春的演法 是吧 即是它可以一開始 是一個古惑仔 然後變成 變成 有錢人 但它古惑仔 跟一個有錢人 它只不過是 在頭髮的梳頭不一樣 你明白嗎 但它也是 都是同一個人來的 三歲還是八十 就是這樣 那你這些東西 其實是有得執行的 那你也是 劇本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這樣 好 那 差不多 說到這裡了 都是說劇本問題 都是 戲就自己入場看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不會令你失望 即是你調低了 你的期望 對於劇本沒有甚麼期望 就不會失望 我對於現在看這些片 我就用兩個角度去 一套就當笑片看 要不就當溝片看 那你就會很開心 好 那 我們時間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 講一下下個禮拜 甚麼戲上了 下個禮拜 剛才說了一套 《素毒而天地對決》 真的不知為何改了這樣的名字 我覺得很老套 那 然後 7月18日 有幾套戲 有一套《恐怖大媽》 《恐怖大媽》 《恐怖大媽》 看起來比較像樣的 為甚麼呢 因為 其實她 都是這些經歷片 但是她 有一條條 就是 說一個 黑人大媽 用她的方法 去博取年青人的信任 之後 再去下手 看《恐怖大媽》 其實各樣都吸引 而且 做大媽的演員 也是一個演技派 所以其實 這一套戲 我是有些期望的 接著 有兩套日本片 一套就是《寧穆家的謊言》 就是 說到 即是是一些家庭片 即是日本很擅長的類型 另外一套就是 《耶穌真是落了來》 那《耶穌真是落了來》 值得稱讚 這片名字 改得好 吃住條水 沒有記錯 原本就是 小小小小耶穌的 LITTLE JESUS 現在這樣改一改 起碼她一出了片名字 有一定的回響 在Facebook上出來了 接著還有一套日本卡通片 就是《立不小心劇場版》 《蜜月風暴拯救老豆大作戰》 這本差不多每年一套 接著還有一套西片 就是《極度邪惡超級變態我的謎人男友》 為什麼現在的名字很長 她本身英文片的名字 都是有合上一場 但這一套就是 《Z.Evlog》 叫做轉型的作品 其實應該是 Netflix 有份 幾套戲 香港就現在計劃做法行 但我們可以在Netflix看的 暫時Netflix未上架 外國呢 外國是有的 另外還有一套就是 《碎王子的快樂傳說》 一套意大利片來的 這套就特別放映了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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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